《农历8月15》是中秋节正逢满月 中国人通过赏月和品尝月饼来庆贺团圆或者寄托思念 同时月饼也成了中秋节亲友节相互馈赠的佳品 广式月饼的饼皮需要用到糖浆来增加月饼的松软度 因此在调制饼皮前要先把油、糖浆和碱水混合均匀 再和入面粉中 蛋黄莲珑馅的月饼最为应景 莲珑可以买到成品 而鞋蛋黄我们可以从生的鞋压蛋中剥出蛋黄后烘烤至半熟 在莲珑中裹入蛋黄就是现心了 所以你可能会在作电做的顾许饼皮上要隔一层 鞋不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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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月饼的手法虽简单 但做到月饼厚薄均匀 就需要丰富的经验了 赋予月饼灵魂的操作就是压磨 中国人把对节日的美好愿望 通过模具印在月饼上 为了保证烘烤的颜色 我们需要在月饼表面先刷水 烤至转色后 再刷上蛋液继续烘烤 佛丘 下面请您品尝一下各式月饼的味道 谢谢金老师 这个是颠式的 这个是书式的 这是广式的 你说这个是素的 这个是广的 为什么它们的形状不一样 广式的 因为这个面团比较容易成型 它可以在一个模具里面去印出来 那个苏式的 它因为是酥皮 这样烤出来做一层一层的 它很难在模具当中印出来 所以做出这两个形状不一样 这个是苏式 有肉 有榨菜 这种风味在我们杭州最流行的 这种苏式的月饼 叫做鲜肉榨菜月饼 因为这个的字我们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个印的 对 可以有不同的字 像下面这个一样 这个字是模具里印出来的 这个字也可以有像印章一样的东西印出来的 上面跟这个寓意差不多 都代表着一种祝福 一种喜庆 有时候上面这个字印着是一种地方的饮食文化 有一些印着的是这个月饼有什么口味 金老师 这个月饼就有中秋节在有吗 之前经常是中秋节8月15才吃月饼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产工艺的提高 所以基本上在中秋节前后或者说全年 基本上都能吃到这个月饼 在中秋节吃这个月饼 有一种寄托失恋 有一种祝福这种寓意在